刚刚测试完MW305R升级到最新OpenWRT系统 之后我们现在又来测试一下这个水星的MW11155R这个型号的无线路由器 现在已经升级到最新OpenWRT系统了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吧 用户面还是RT密码是Password 默认达IP是192.168.2.1 登录一下 现在登录进来就看到升级到最新OpenWRT系统的这个界面了 简单来浏览一下功能菜单 功能菜单相对比较简洁一些 主要是集成这个科技上网这个插件 我们来测试一下当前网络的这个联通性 我们点一下PIN一下网址看能联通到外网 然后外网是可以正常联通的 我们来再来设置一下这个科技上网这个功能插件 我们点一下服务器节点这里 我们添加一下你要科技上网这个节点 链接把它添加进去 我们点一下添加 再把你科技上网这个节点链接把它导入进去 点一下一键导入 把这个地址粘贴进去 点确定 先去导入一个children的这个节点链接 先去导入一个children的这个节点链接 点一下保存 我们继续来导入另外一个节点 它正在保存 等待它保存完成 再添加下一个这个节点链接 好我们继续来添加一下 再点一键导入 把这个节点链接进去 如果你没有这个超链接地址 你就一个一个把这个参数填进去就可以了 点一下确定 如果有超链接的话 就快速导入就比较快了 点一下保存跟应用 我们继续来导入SSR的链接 再点一键导入 点确定 再点保存跟应用 再导入SSR的链接 再点保存跟应用 再点意键导入 再点保存跟应用 再点一键导入 再把SSR的链接 填加进去 保存跟应用 继续来导入 继续来导入另外一个 继续填加一下 点一键导入 再点保存跟应用 再点保存跟应用 好 我们选择个节点来 连接一下吧 点一下SSR的节点 点一下应用 在这个页面稍等一下 等待它正常运行 稍等一下它这个状态 就会变成这个绿色 好 现在已经变成绿色的 说明现在已经正常运行 我们再点一下状态 这个页面 来检查一下这个网络的联通信 点一下百度联通信检查 再点一下谷歌联通信检查 都是OK的 连接是正常的 我们再点一下数据库更新 再点一下国内IP段的数据库 再点一下 下面是Net3DSIP段的数据库 再点一下 好 现在还没有更新 完成文件 稍微再耐心等待一下 好 好 这个已经更新完成了 这个已经更新成功了 这个还没有更新了 再稍等一下 好 这个已经更新完成了 我们再点一下 服务器端口进去 好 这几个节点的这个线路都是OK的 都是可以连通的 我们再返回一下这个总览页面 好 我们打开一个Google页面来测试一下吧 点一下手机不错 这个Google页面是可以正常打开的 可以正常打开浏览就到了 我们再打开一个页面 打开YouTube网站来测试一下 好 现在看到这个YouTube网站也是可以正常打开浏览就到了 可以正常打开浏览就到了 我们现在通过这个W155R升级到最新OpenWrt系统 用它来就可以进行科学上网了 就非常的方便 所以这个导致的路由器也是可以进行科学上网的 只要你生成 首先要升级到OpenWrt系统 然后用它里面的这个科学上网插件 然后就可以实现这个科学上网了 非常的方便好用 好 这次这个MW155R的这个升级到最新OpenWrt系统的这个效果呢 就跟大家演示到这里 如果你有这款无线路由器的话 想要最新版的这个定制的固件的话 也可以用Telpen发私信给我 可以有偿为你定制最新版本的这个固件 好 这次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